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把我们之前学习到的步伐和技术有效地串联在一起 由于球路是固定的 没有了预判的难度 同学们就要更加注意手上的控球能力 减少主动失误率 通过多拍球的不断刺激 可以增强我们的肌肉记忆能力 同学们可以在这节课结束后 结合课堂教学内容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训练方法可以从简单的吊球上网开始练习 在吊上网技术中 除了对每一拍球的质量有要求外 还要注意吊球后上网步伐的变速启动 有了变速启动才能体现出强网的速度 当吊直线上网熟练以后 我们也可以增加对角线的吊上网练习 最后再到全场练习 这 gobierno可以将筑讯留下来 case我触变速分为旋转不断 那还 dies 重量当吊恶化认ü充 debido两个式数字 当两人都比较熟练以后 可以增加难度 进行互钓练习 互钓在钓上网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拍回搓球 其他技术不变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回搓的质量 回搓质量好 在实战中才可以迫使对方挑球 如果回缩质量不好 容易被对方扑球 我们可以从简单的直线开始 当熟练以后 再进行全场练习 再进行全场练习 杀球上网练习与钓球上网和互钓上网线路一致 把钓球换成杀球即可 也要从简单的直线开始 慢慢加大固定球路的难度 同学们要注意 杀上网练习在进攻线路中比较重要 实战中也经常会使用 在练习中 在练习中要求进攻方 后场起跳以及墙网的速度要快 拿到高点前点 积极主动 往前的放网和搓球质量也要好 可以创造出连续进攻的机会 陪练方需要接好接杀球和挑球 在练全场杀上网时 同学们还可以根据后场的机球时机 调整杀球的方式 合理地使用重杀 劈杀 点杀 和轻杀 高球直线和调对角线组合练习 主练方需要用到的技术有 拉直线调对角 陪练方主要用到的技术有 拉直线挑直线 这样形成一个循环 训练中双方不要提前启动 根据实际情况 看对方出球以后再启动和移动 在熟练以后 这种限制性的安排要逐渐减少 形成不固定高调练习和全场高调练习 主动方需要后场两点 被动方全场四点 以适应实战的需要 练习以后再启动和调练习 练习以后再启动和调练习 高砂组合练习和高调组合同理 砂组合同理 接下来介绍两种二一式的训练方法 都是强化训练 第一种是二一式防守训练 一人方是主练 两人方是陪练 一人方是陪练 一人方是陪练 第二种是二一式进攻训练 一人方是主练 两人方是陪练 两人方采用左右场区站位 缩小了移动的范围 减小了两人的防守压力 可以强化一人方的进攻练习 形成有效的连续进攻训练 同学们 以上是单打的几种球路训练方法 同学们课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加强练习 感谢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